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股市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创新高 你有没有想过当美股先前中挫的时候 一次跌这么多 到今天它没有创新高 很多人其实操作股票 你没有办法看那么远 你没有办法想那么远 今天指数涨100多天 我相信跟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没有关系 真的 这跟一堆的没有关系 因为先前在跌的时候 大家家都吓死了 还记得当往下杀的时候 台北股市中挫600多点那一天 我跟你讲买威胜一档就全部 老师 指数跌600多点 你真的叫我买威胜 对啊 来 今天威胜在哪里 这位置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猛的意思 当你今天看到指数涨100多点 其实涨的是金融股 其实涨的是全职股 能够涨这么陡的还涨停板的非常的少 对不对 它这已经涨很多了 今天还能够涨停的很少 对不对 这一档也是 我自己跟你讲了嘛 我自己跟你讲 这个台信科 你不用管他 你把他抱着就好 你都抱着就好 他也是冲心高 这我节目上一定有讲 对不对 但是有多少人又可以忍得住呢 你看他的走势 你看这威胜的走势 有多少人可以忍得住 简单说啦 正常人这里就卖了 不然这里就卖了 了不起撑到这里就卖了 那叫正常人 但是我说我们不是正常人 对不对 来 这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威胜第二天下跌 连续第二天下跌 我还是跟你讲什么 独家在建立嘛 对不对 今天呢 来 威胜长 来 这里给你写 一个人要成功 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真的 一个人要成功 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很多人 买了很多股票 就像我们最近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在三月中旬之后 会做一个涨价 好 会做一个涨价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涨超过三成 因为卫生纸也才涨三成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不要涨超过三成 我们在三月中旬之后 会涨价 那就像卫生纸一样 卫生纸是你一定要用到的东西 所以你买在放的没差 反正你一定用到 那还有什么东西你一定用到 在第一档告诉你 为什么股票可以买的资讯 这你一定用到 真的 不管未来指数多少点 来 一个人要成功 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当然最困难的事情 它可能比较困难完成 但是当它一旦完成的时候 当它一旦成功的时候 就是这样两倍 我们坦白说 有多少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赚到两倍过了 而且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也根本就不用出 我讲得很清楚 这根本就不用出 因为现在的价位 对未来来讲很有可能 在未来看现在的价位 它只是很微小的一点点震荡 你一定会说你神经病 我说现在的价位 在未来你看起来 它可能是一个很微小 很微不足道的一个震荡 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卖 可是问题 又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 没有啊 大部分的人做股票 两只涨停板赶快卖 为什么两只涨停板要卖 因为这是最近赚最多的一次 对不对 很多人赚两只赚三只涨停板 说那是最近赚三只赚的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来我跟大家讲 关键在这里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第一阶段涨到这里 第二阶段会更猛更凶 那重点是为什么 为什么第二阶段它会更猛更凶啊 我不是它涨停板要跟你讲啊 不是啊 上礼报它是连续下跌啊 对不对 等第二天啊 今天你可以说是指数大成也可以啦 你可以说什么原因都可以啦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它可以让你做一档股票 轻轻松松 根本不用管它 来我们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五 微生的微信啊 我跟你讲 一般人会什么做 一般人会卖掉会卖掉 这很正常 这叫一般人 但是我跟你讲 赚钱的人不是一般人 你还不知道的微生 里面还有一些秘密 我再跟大家来 独家再揭露一些秘密 而这个秘密 就是比上次更深入哦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 对不对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 好 在微生的报告里面 对不对 这次会更深入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 真的 现在时间点已经来到2018年 再过不了多久 就2020年 你有没有发现 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 是以很快的速度在成长 那未来 中国大陆的CPU要自制 他们的显卡 GPU要自制 未来很有可能 几乎所有东西 他都想要自制 那自制CPU有什么好处呢 CPU能看什么 你知道那个 假设你用电脑或什么 你用那个晶片 它其实可以窃听你 真的 那里面会留有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 其实是见不得光 就像在美国 美国也是这样子 好像它可以监听你 讲出好像 不可能美国这么自由国家 怎么会监听你 连美国都有可能 要监听所有东西 那你说中国呢 那请问他的晶片 如果未来制制过程当中 你是其他的悬杂人等 你进得了他的供应链吗 如果你进不了他供应链的时候 那请问卫生会 只有长这个样子吗 只有长这个样子吗 你仔细看清楚 10块6到24块8 11点6到24块8 这是第一波 那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呢 会不会有你还不知道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还不知道的东西还多得很 你所听到的是什么 AI 人脸辨识 这个都有做没有错 不过这还不是最猛的 最猛的是 其实 你应该要再多知道一点点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先前跟大家分享 那个威生 10块10块11块的钱 我那威生的报告 当时是这样 当时跟大家分享 是这一张 是一页的 当时是这个吧 对不对 11块 到24块多 对不对 对不对 2388 上次再这样 上次是这样 你只要买两次就好 你这买一次 这买一次 中间买的都算你自己多赚的 好不好 你中间加码的都算你多赚的 那重点是 我一张都没有出 一张都没有出 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做到 买股票直进不出 但是当你有想到 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 这是上次给大家的 对不对 上次是这样一页 这次是两页 这次 这次是两页 一页写不下去 一页写不下去 写了两页 当然写的跟上次不一样 你想一下 这是礼拜五 我跟你讲 大家都讲上涨的股票 为什么会有人跟你讲下跌股票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下跌股票也赚比较多 对不对 它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也不是第一天下跌 今天是不是涨停满 好 一个人要成功 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这句话谁说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谁说的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角度 去想股票 很多赏户都用自己的角度 去想股票 你用你的角度去想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新的会员朋友还蛮多的 新的会员朋友还蛮多的 所以我最近做了很多持股诊断 很多持股诊断 你知道吗 持股诊断 我看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 你知道吗 那个股票 真的很惨了一大堆 奇怪怎么每一只都赔钱 每一只都赔钱 那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猜了 应该是赚钱的卖掉了 没有赚钱就留下来 对不对 赚钱的卖掉没有赚留下来 留下一堆都没有赚钱 我要怎么给他建议 我看起来几乎全部都是要卖 真的几乎全部都是要卖 你说老师 那股票去这多啊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不是所有股票都涨这样好不好 真的不是所有股票都涨这样 那如果他涨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他未来只是这样吗 来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绝对不会有人跟你讲 现在大陆不是两会吗 不是在修改他们的宪法吗 对不对 那个习大大要 可能要无限任期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推什么 那中国推那个就是未来 中国制造嘛 那可以预见一件事情 这个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 未来晶片都是大陆自制的 都是自制的 这可能不是五年十年 这可能是五年到十年到二十年到四十年到五十年到一百年 如果未来大陆晶片都是他自制 我们讲句难听的 你就算你有什么样技术 人家不用就是不用 你能怎么样 那到时候未来中国晶片自制的时候 有多少人可以参与在里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所谓的 我上次第一次跟大家讲的 这个不只是千载难逢 这可能是连未来都不会有的机会 你可以跟中国大陆合资成立公司 而且赚得到中国心的 这不只是千载难逢 这未来也都不会有 你未来很多公司 你要面临很大的竞争 像什么Intel 他要吃什么 要吃博通 吃高通 全部都吃掉的时候 你那小公司怎么办 我又请问你小公司怎么办 那你把事情想远一点 我跟他想远一点 你这十块钱你买就扑就定了 到时候我验证给你看的时候 只有两种可能性 来 对不对 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你有看到吗 老师你是不是问号够一个问号 是不是够一个问号 我才知道够够够一个问号 够够够一个问号 你那一号看你才知道 对不对 很多人来问道友 你来沾酱油 你以为人家吃生鱼片 问一下 问一下 问一下你都喷出去了 是不是你连卖都不用卖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 不要说我说你自己看 好不好 我上次跟你讲的时候在这里 这样一倍 两倍啦 现在决定未来财富 你这里买 这里买 你这样赚两倍多 你都不用卖 你都不用卖 美国普通牌你还大赚 那这个会讲到哪里 老师我猜一下 你猜怎么会准 我问你你猜你会准吗 在这里多少人猜说 多多两个掌停牌 在这里很多人猜 三支已经紧绷了 然后还有人告诉我 说老师你们怎么没有卖 叫我还续报 结果呢 我没有讲对 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对了 而且未来会持续对 真的 当未来持续对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 这个教会 我跟你讲了什么话 真的 当未剩10块6的时候 我总跟大家讲 今天掌停牌24块 我跟你讲的时候 还没有多久之前 1月23号 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1月23号 未剩的有谁 好 那这一家 它的细致材 授权给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这个 自制的CPU 最新的CPU 里面有用到它的细致材 为什么用到它的细致材 因为它是它的大股东 它是它的大股东 它跟上海国资委合资成立 上海国资委是什么 上海国资委是什么 那是检险 就是上海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就国资委 国资委 有八成 这家有两成的股权 它有两成的股权 就有两成的股权做这个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商机有多大 我刚跟大家讲 再讲一次 你再看一下 商机是这样子的 这个CPU是保障国家网络 因为他们网络有些是封锁 对不对 讯息的核心基础产品 第一个01专项 就是他们要长期推展的第一个专项 就是什么 你做不出来的全部都给我做出来 全部都做出来 你不能自制的CPU是第一个一定要突破的 所以他每一年 这个机体电路进口的一个金额是2500亿美金 CPU相关的是550到600亿美金 那这个东西未来陆陆续续要转成国产 他们那个就是 公家机关开会的那个CPU都是 都他做了 都这家做了 都他做了 为什么他做了 因为他是政府的 他政府的 老师他们政府的干什么事 不是啊 我们有股权 我们有股权啊 我们有股权啊 细字彩打入中国心 你是唯一吃得到的哦 未来所有东西都中国制造 你是连边都摸不到哦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现在是2018 再过没多久 那个真的可能跟现在已经有一段差距了 真的 那到时候如果我跟你讲 国际大厂在整并 今天也要整并 对不对 我们台积电非常强 可是你细数一下 跟我们台积电相关的股票剩下几档 也不多啊 很多都是 对不对 那你与其去拼这个今天 每天都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拼那种 对不对 有人跟你说什么瓦框 什么电源 什么海运电 不然就坐太空说 对不对 天上是青色的 我真的不懂 我跟你讲的是什么 你不要等到上去了 你再来加油天出 好不好 为什么呢 很多人做股票 全部很多一堆股票都到老 为什么 你上去加油天出 越讲越对 好像真的 你说的都定 我不是这样 我是在海北上海之前跟你讲 我不是上海之前才跟你讲原因 人家都是长上来之后才跟你讲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还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真的啦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我希望的事情很简单 我希望是把你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你口袋里面的钞票 这样子最实在 真的 你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你口袋里面的钞票 你才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哪一台股票 是最安稳的 我这里跟你讲 对不对 我这里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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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一张都不出 根本就不用出 因为现在这个震荡 未来看起来 它是微不足道 你有没有看过汉迅 现在每天涨跌是楼上 27块 汉迅之前10块不够 汉迅之前连10块都不到 连10块都不到 刚刚突破10块的汉迅 过去的震荡 跟现在震荡有什么差别 现在一直震荡 不是 对不对 336 这样要跟他一百 他这样就有个一百了 来一些球汉迅的时候 来这四块 这十块 它震荡能够有多少 一点点而已 问题是没有人会在 汉迅低点的时候 告诉你汉迅会长 是长出来之后 大家要告诉你汉迅很好 那你要当哪一个 我要当低点买的那一个 对不对 我要当低点买的那一个 真的啦 真的 我跟他讲真的 就叫好朋友 等等上去之后 我再拿出来给你看 你会说他有胸 怎么会差这么多 真的 等到上去之后 你会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这么早就知道 我告诉你 你该知道的 比你 还在那边拆K线 来得有用 很多人在拆股票 今天拆这只 明天拆哪只 拆完了 你发现 每天都长不一样 今天长伪创 你有伪创吗 你不可能有伪创吧 长新光机 你有新光机吗 没有啊 对 每天都长不一样啊 好 长文帽 你有文帽吗 没有啊 你买的那些都套牢了 那你何必了 你何必了 你就买一只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每天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你不如买一只啊 而且我告诉你喔 我告诉你喔 我们还有全新的股票 这两天没有进新的股票 这两天我没有买新的 代表我们未来会买新的股票 这个很重要 来 欢迎叫我们好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目再回来 谢谢大家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断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源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投顾置股出现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投顾 精准掌握财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美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平常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找过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断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源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投顾置股出现 02 2321 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灵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认为这样子涨这么多好像不太好 因为今天都涨全资股 涨金融股 反而今天很多电子股超过一半以上电子股都是跌 都是跌啊 轮动很快 轮动很快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就是选你自己 我觉得有把握的股票 那不要一直换来换去 对不对 我知道如果做股票等于喜欢什么 我先赚明天再赚后天再赚 你买这个就是啊 你买这个就是今天赚明天赚后天再赚啊 真的啊 这不是今天赚明天赚后天再赚天赚吗 那为什么你会把握的股票卖掉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嘛 就这样啊 你会卖掉它很正常 因为好不容易赚到钱 因为看起来涨很多 那看起来是你用看的啊 那你未来看呢 你未来看呢 一个人要成功 就要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这不会是普通人讲的话 这不会是一个正常人讲的话 正常人会说什么 我要选那个最容易的 真的啊 我要选那个最容易的 我那个空的技术现行 软体都翻多不 KD指标嘛翻译 股价再低档 未来会涨一倍 你神经病了怎么可以有这股票 连你都看得出来 它未来会涨一倍 然后等着你去买 然后中压你会中压一倍 我告诉你 那大部分都是破底啦 真的啦 这里面有多少散户 这一档股票里面有多少散户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你试试看 这六四六二是不是中股都有出新高 对不对 这有没有很多利多 我利多可多了 每天都有啊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就这样啊 老师今天有涨啊 当然今天有涨啊 这次涨137点啊 你等到涨137点 你已经赔掉从277赔掉150 已经赔了120块了 已经赔了120块了 对啊 真的啊 这个呢 老师啊 你这么重这么多啊 我跟他讲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你眼光的问题 到底是谁说这句话 这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有空你Google一下吧 谁说的 我已经在给你暗示了 来 新的 以后我们等到上去之后 我们就不送了 我就没有了 我希望在海美大涨之前 大家讲清楚 上去之后我就不喜欢讲了 对不对 上去之后你就看别人讲 很多人跟你讲要买回胜 对不对 要买回胜 既然你知道别人会买在我们后面 那你就让他买在你后面就好啦 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排队就是我排在你前面 什么意思 你就是排在我后面嘛 这样很简单啊 对不对 我排你前面 你可以插到我前面去吗 不行吧 那就是排队啊 对不对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 好 不是大家都知道 既然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个东西 代表未来会有很多人 在背后买你的股票 我跟你讲的不只是这个 就叫威胜 对不对 智慧平台 智慧辨识平台 可以辨识人啊 跟物品都可以 我告诉你光光这个 就不止二十几块了 但是我跟你讲的不只是这个 不只是这个 是更深入的法告 对不对 真的 什么叫好朋友 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来思考一下 不一样的股票 也许人家过一阵子之后 过一阵子之后 有的又赔两三成 你又赚两三倍 真的 现在就是这样 你买威胜抱着一张都不卖了 买两次就好 赚两倍多 这段时间里面 赔两成三成大有人在 还有人叫好朋友 对不对 来 欢迎叫我的好友 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快询问 五个儿 盈 Trump 财经台 人财情 人财情 听到右看 看得懂 YouTube日视台间 线上直播显斗西 分析师精准团式 解析 pse算 Nasıl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9933 轮源投入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民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掌握获密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合赢图部蔡老师